十号在盘陶圣会与轻衣再次重逢 她在敖圣仙王后人面前直言轻衣是她的女人 书接上回 当盘家派出真仙制止了十号伴猪吃老虎的行为后 决斗场外的妖月公主大喊道慌 想不到你也来到仙玉了 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吗 此刻十号曾经的三位故人妖月 哲仙 大须陀都在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十号笑着说道 没办法 天度英才 你们到现在都还没有突破至尊镜吗 妖月与大须陀一阵苦笑 就连哲仙也甚是无语 修道千载就想进至尊镜 谈何容易 唯有经历过 才能明白这条通往至尊的路有多么艰难 妖月公主翻着白眼吐槽道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 然而大须陀这个老实人非常不厚道地说道 慌 我觉着有必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当年千年之内成道的生灵 无一人晋级先王 下场都非常凄惨 哲仙也说道 成道的时间并不能决定最终的成就 十号则是回应道 可我在九天十地分明听到 有先王在五百岁以下就成为至尊了 妖月解释道 那都是谣传罢了 盘王与敖胜不知诞生于什么年代 但有确切消息声称 他们都是在两千岁以后才成道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两位先王的实力太强了 故此世人都在美化他们 所以在数百年就成就了至尊 但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故人相见 原本有很多话要说 结果十号却被盘家的人给请走了 因为有人特意给盘家打过招呼 要保护好十号的周全 他们害怕敖胜仙王家的年轻大人来找十号麻烦 所以直接将其带进了盘家的祖地 十号虽然极为不情愿 可终究无法违背先王家族的意志 然而在十号离开不久后 轻衣便赶到了决斗场所在的客栈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他错过了与十号的重逢 很快一辆战车横过宇宙 出现在了盘王城 那正是敖家的年轻大人来到了此地 他找到轻衣后 两人便结伴而行消失了踪影 又过了数日万众瞩目的盘桃圣会终于开始了 十号也被从盘家祖地放了出来 被邀请前往盘桃圣会 好巧不巧 十号刚进入盘桃圣会便看到一对碧人走来 男子气宇轩昂 有羞到帝王之姿 女子风华绝代 恶挪郊区摇曳生姿 他们在盘桃园中漫步 看起来如同神仙眷侣般 十号急忙大喊道 轻衣我在这里 轻衣心头一震 看到十号出现后 他果断离开凹前身旁 向着十号飞奔而来 一别千年 当年为了仙道 他依然踏进仙域 原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 不曾想千年后再重逢 敖前也走向这边并说道 轻衣 这是你的朋友吗 为我介绍一下吧 轻衣回应道 他就是慌 敖前背负双手以俯视的姿态 对十号说道 原来是你啊 胆子倒是不小 竟然真的敢来仙域 十号将轻衣拉到自己身旁 淡然地说道 轻衣是我的女人 万道数也是我拿走的 你敢怎样 不负来战 在场的众人全都傻眼 没想到慌如此霸道 敢当众威慑敖家的年轻大人 敖前冷笑着说道 真是有气魄 但你是否自负的有些过头了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你敢与我这般放肆 信不信我一声令下 就能让你人头落地 十号丝毫不惧 霸气地回应道 你还真以为这是你们敖家的一亩三分地吗 仗着有先王老祖便可以为所欲为 号令天下 下一刻两人之间涌起莫名的场域 严重扭曲了虚空 让这块区域化成了风暴之地 紧接着敖前开口说道 这是你我之间的事情 先放开轻衣 十号冷漠地回应道 你算什么东西 不服就战 这时敖前身后走出一男一女 他们对着十号叫嚣道 你还没有资格与我家大人动手 让我们来教训一下你这无知刁民 十号转身询问盘家的人 能否在盘桃园内动手 盘一走向前来大笑着说道 没问题 就当是为大家演绎神通 紧接着十号望着敖前大喝道 不要浪费时间 你们三人一起上吧 此话一出让众人纷纷愣住 这个荒还真是自负到了极点 不过敖前身边的两位追随者 抢先一步出手 不给十号嚣张的机会 十号自然也看出了 对面两人极为不凡 算是至尊中的顶级高手 两人骑马修道也有数十万年了 道横高的可怕 十号不再废话 日月星辰环绕在他的掌指中 雷扑一道又一道 这一战十号要再先欲立威 绝对不会给那两人反抗的机会 他将一身的精气神 全都浓缩在了一招之间 道横暴涨到了顶点 可以说十号这一击 跟出手千百招的大决战 并未有什么区别 为的就是在一招之内 奋出胜负 不会有其他选择 轰的一声巨响 虚空炸裂 雷霆化为一颗颗星辰 演绎出的宇宙星河 更为可怕的是 有一头昆蓬在宇宙中展翅 还有一株柳树扎根在了宇宙中心 有人惊呼道 这是雷帝传承 昆蓬宝树 还有那一介祖祭灵的神通秘书 下一刻 敖前两位追随者 所施展的秘书全被击散 他们全都横飞出去 浑身骨骼响得不停 险些直接化成两团血泥 十号淡然地说道 盘桃圣会不宜杀生 今日留你们一命 而后轻衣不等敖前回应 便主动开口说道 敖公子 谢谢你一路陪同 请不要为难慌 他就是我要等的人 轻衣的话语让现场一片哗然 敖前那可是先王家族的年轻大人 可这个女子竟然拒绝了敖前 选择了来自下界的荒 真是让人不解 即便是荒再强也绝不可能与敖前相比 该族有先王坐镇 若是长辈悉心指点 他绝对是有望成为先王的潜力种子 很多仙道家族都巴布地与敖前联姻 没想到今日轻衣竟然主动拒绝了